我不敢再亂發言 我覺得就是這個壓力真的滿大的 我現在已經受到 臉就是四十二都不到了 可能我十一點躺在床上 但我可能到天亮 我都還沒有睡著 半夜睡不著覺 把心情哼成哥哥哥 喂 不是啦 他是被網友出征到失眠 一句比一句還惡毒呢 你講成這樣 想要你的年齡是晃暴吧 究竟網友所謂何事 各位還記得四月那場豬羊變色吧 當時哥哥爆料說 小豬也用微信約過他 他說我的身材啊 個性啊 然後都是他的材 然後像他就有講到說 你們工作可能很辛苦啊 那沒關係啊 我照顧你啊 你有後悔嗎 其實有 這樣有超過一百封嗎 應該有 裡面有一個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一個女孩子 他是透過FB密我 然後他是那位先生的粉絲 所以他那次也不喜歡小豬了嗎 怎麼喜歡呢 我沒有在問他這個 但是他有說這個事件 就是令他比較意外 中間那個有人是有說 這個真的就是不是他本人 希望可以換他清白的 這部分包括他的IP 包括想一些時間點資料 我都有給那時候委任的律師 還在查證據 好啦 現在最想哭的人 應該是這位阿伯吧 明明就是有果凍的新書發表會 結果風采都被搶走了 剛剛你講失眠 我教你失眠 好 把手掌打開 娛樂動新聞 養生學位我知道 支持阿伯喔 報導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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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